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早上6點19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了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台北市外頭 雲層量是稍微比較偏多一些 那麼今天北部地區又要開始的下起雨來了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10月1號星期五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是大概27度左右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60% 今天包含的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還有大台北 都是有機會下雨的 我們先透過微信民圖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麼其實今天就是受到呢 北方這邊有一個封面道的影響 那麼這個封面的尾巴 是影響到了北部地區的天氣 所以今天就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都要特別留意 是有機會下起局部的短暫震雨 特別是宜蘭地區 還有可能會出現局部較大的雨勢 另外就是中午過後的時候 今天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也會比較明顯 一些下的範圍也會稍微比較廣 那麼今天各地的高溫 大概是維持在31到34度左右 所以天氣上來說 還是比較悶熱一些 那就提醒大家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再來我們持續關注到蒲公英颱風 目前它依舊是一個中度颱風 它現在是以每小時40公里的速度 朝著東北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離我們是越來越遠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海上最熱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多加留意 因為今天還是會有長浪的現象 再來看到定量漲水預報圖 我們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降雨範圍 跟昨天比起來很明顯就是擴大蠻多 那麼先看到的就是北部地區 主要就是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包含了金融北海岸 大台北尤其是山區的部分 另外就是宜蘭要特別的留意 宜蘭是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那麼另外就是今天的午後雷震雨範圍 也是稍微有擴大一些了 今天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通通都是有機會下起雨來的 特別是南部地區平地的部分 也都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而且一樣山區是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麼我們看到入夜之後呢 其實降雨都是趨緩下來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東半部地區降雨還是持續 那麼最主要就是因為從明天開始呢 我們的風場是轉吹東風了 所以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再來我們就看到天氣走勢圖 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 那麼今天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白天的時候 金融北海岸東半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山區 都是有機會下起雨來的 那麼從明天開始呢 風場轉吹東風的關係 所以變成東半部地區水氣會稍微比較多一些 會下起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接下來這幾天 其實午後雷震雨的範圍 都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區 還有山區的部分 都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最後關鍵字 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北部跟東半部地區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會開始下著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特別是山區的部分 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話 今天是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的 另外這是各地中午過後 都還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特別是中南部地區的山區的部分 也是有機會下起局部大雨 所以提醒大家 沒事的話就不要前往山區來活動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穿衣服有參考 再次進行